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7月27号 星期四 之前挖了两个坑 我会填一下 小伙伴主要挖了两个坑 一直没填 一个就关于中国间谍网的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王健林怎么得罪的 习近平这两个我分两个视频 填一下之前挖了两个坑 然后再挖一个坑 大家说什么呢 说说为什么王健林在这个年会上 一定要刻意的去唱刀狼的歌 这个其实是背后是有原因的 刀狼的哪一首 西域情歌吧好像是 怎么 没事 我还以为他要唱罗刹海事 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王健林唱刀狼的歌是很早之前了 不是现在很早之前 还是那个那阵就是不行的时候 被纳英骂的时候 王健林唱的 唱的在那个他们问答年会上 那个纳英不是说这个 刀狼的歌都是农民在听的吗 让王健林给你唱一个 让你看看是不是都是农民在听的 然后这个其实是有这个背景的 它背后是有背景的 这个回来咱们再说 好吧 这再挖一个坑 好吧 然后咱今天先说这间谍的问题 是这个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 CIA的老板 伯恩斯 伯恩斯他说 在中国的间谍网已经重建 这个非常有意思 首先来讲是这样 是伯恩斯他出席叫阿斯鹏安全论坛的时候 他说美国在中国的情报网络 已经取得了进展的重建 已经取得了进展 正在构建强力的人力情报收集能力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在中国有间谍了 我们就开始又开始有间谍 当然有人说他这个吹牛逼 不是真的 这个没问题 他这个肯定是真的 这个不是光吹牛 而且拜登突然将伯恩斯提升为内阁成员 就认为伯恩斯现在对中国这方面有巨大的功劳 提升为内阁成员 而且在去年二十大之后 火箭军的情报泄露 这也是事实 还有一点 就是说 美国他就窃听全世界 谁都窃听 前日子有个二十几岁小孩 泄密了 泄密了之后 说美国情报部门窃听联安国 联安国代表不还出来说了 说这样做是不对的 当时美国情报部已经承诺了 说以后不再监听联合国了 但是这个没有用 其实以前棱静门的时候 美方就承诺不再监听的盟友了 后来那是不是监听默克尔吗 后来就这次曝光川了 还是接着监听了说说词 不耽误 所以美国承诺的 你就听听 别太当回事了 后面该干嘛 还得干嘛 所以没有问题 美国他一直都这么搞 但是他这个问题在这 就是说比如中国有过什么 间谍气球 中国这个十恶不赦 竟然弄间谍气球到美国来 那个什么 然后美国如果在中国重建间谍网 他就觉得这是好事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到你家放间谍 这是应该的 你到我家放间谍 我得骂死你 我得跟你干 我得跟你打 我得跟你闹 我就觉得你怎么能这样 你到我家来放间谍 我去你家放间谍 就是 这个生包特别有意思 非常好玩 而且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 发布报告 说中国西北大学工业 说中国西北工业大学 遭受的网络攻击 源自美国的特定入侵行动办公室 也是他的特务机构 这些都是真的 这没有什么问题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 总有一些海外的 就所谓的法反共 就是说一定要拒绝 就说没有美国从来不监听中国 从来不往中国派间谍 只有中国往美国派间谍 这不放屁吗 对不对 CIA老板 中心局的局长 这美国CIA头子吧 这美国情报第一人吧 就拜登之下第一人 对不对 专管这个情报部门的 他自己公开承认了 对不对 美国往中国派出大量的间谍 而且在重建这个间谍网络 我不知道那帮 我不知道他们为 这有什么好访认的 这不是正常现象吗 正常工作吗 那你觉得CIA 他天天这个CIA的头子 伯恩斯天天拿了工资 他不干活 对不对 这不是他的工作 他都正常应该干的吗 他不干这个干什么 对不对 那中国也一样 对不对 那中国的情报部门拿了钱 那国安 不是国安 这叫什么 反正就 从餐二部 三部 那你说拿了钱 不干这事 那干什么呢 这不是他的工作吗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 就跟打仗一样 对不对 就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说的 对吧 大家就都是士兵 奉命行事 对吧 这个没有对错 都是职务行为 对吧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还都比较正常 这个呢 然后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 说美国天天说 说什么中国借链网络攻击美国 一边就毫不掩饰的称 已经对中国展开大规模情报活动 说明美方的无耻和双标 这个 基本上也 张商见相好不好 不要太激动 然后呢 是这样啊 这个中情局呢 在中国铺设的情报网络呢 曾经被中方呢 这个捣毁过 这个其实好多年前 我们说 我忘了18年还是19年的时候 我们说过 当时那时候 还是川普在的时候呢 这个蓬佩奥啊 当这个CIA的这个投资的时候 就就就已经说过这个事 当时呢 说什么呢 说是这样啊 当博恩斯这次在安全会上也承认了 也再次承认 说美国中央情报局呢 曾经遭遇过一场的这个情报灾难 导致呢 30多名在中国的CNA干员呢 在北京呢被逮捕 而且呢 在中国部署的间谍网络呢 遭到重创 而且呢 据说呢 是什么呢 是当时中国的抓到了间谍之后 在一个中国的这个建政物里边 当着所有的这个中共的这个情报人员在面 把他就给处决了 直接就给宰了 这是美方说的啊 这个听起来呢 其实不太像真的 但是美方偏要这么说 那这么说呢 我觉得呢 如果他这么说 我觉得他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在威慑中国 为什么那么说呢 咱往后看啊 然后呢 反正当时呢 是CIA当中的出现了内鬼啊 在中国境内的间谍 互相联系的时候 使用的就加密通话了 也被中方呢 就破解了啊 然后呢 当时呢 中国现在又开始搞这个反间谍法 对不对 反间谍法 现在又很多人在骂说 中国不要连 那你派了一堆间谍在我这 我难道不能出过法律 反应间谍吗 难道就必须得被别人这个去间谍 对吧 这个东西 它也是它的这个正常行为 对不对 你大量的在我这派出间谍 那我当然出现一个反间谍法 我要 你在侦查我 我在反侦查 对吧 这都属于国家的正常行为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就即使美国跟盟友之间不也这么搞 跟德国不是盟友 不也这儿监听 那德国当然也在想办法 不让美国去监听 对不对 这肯定是大家都在做的 那我们来说说 就是说我为什么说这事呢 我就说 就三家老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突然承认这个情况 承认这个情况 我觉得 就关于这个 主要我想说 就是说我的判断 我认为 美国的情报机构 已经得到准确的消息 习近平很有可能在半年或一年之内 发动对台湾的攻击 很有可能是在明年年底之前 美国情报部门 也得到这个消息 那一般来讲 这个情报工作 都是这种隐秘的工作 伯恩斯 他把它讲出来是不对的 理论上是不应该讲的 你懂我意思吧 就最简单的 比如说你中国 你把我CIA 在中国的情报机构 你抓了二川市人 对不对 然后你杀鸡给猴瀚 在一个建政物里边 公开处决他 对不对 这说明什么 如果你中国把所有的 我的情报人员都抓了的话 那么你公开了处决之后 这个事我就知道不了了 我没法知道 那我能知道 我把它说出来什么意思 我告诉你就在你的情报部门 你在情报部门里边 公开处决 对不对 就这里边还有我的见点 这事我能知道 懂我意思吗 就说明你没抓干净 我把这话告诉你干什么 就让你难受 让你如芒在背 你总觉得 后面有东西盯着我 难受 你明白吗 还有就是说 去年二大之后 为什么把火箭军的材料 就公开出来 告诉你我知道 那导致现在中共在彻查 整个火箭军 就像我们报道过了 对吧 火箭军里边 整个现在 在从上到下 在查 甚至说这次秦刚 对这个情况 可能也跟他 在美国任 驻北大使的时候 出现这个情况 可能有关系 就火箭军这个事 习近平时震怒 正在整个的彻查 那么按理说 你掌握了 我火箭军的 这个真实情况 你不应该告诉我 对不对 你告诉我了之后 这什么什么 什么让我知道 我这里边有内鬼了 我要开始查 这个对你不利 你懂吗 你等于你 你递给我一个线索 让我有这个线索去做 那么美方 为什么这么做 就在这儿了 美方认为 半年到一年之内 中共要打台湾了 美方现在认为 自己没有 无力应对 没有办法应对 那么 俄罗斯跟乌克兰 正在打 美国在全力以赴 支持乌克兰 很多的弹药 都支持过去了 经济又不是很好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中国打台湾的话 首先弹药 可能就不足 做反应的话 自己都有问题 自己做反应 自己弹药也不足 然后自己的 战略石油储备 也不足 天下低于一半的 战略石油储备 根本没法打这个仗 从资源上 从武器上 从弹药上 都打不了 从经济上来讲 也打不了 如果打的话 怎么制裁中国 那边制裁俄罗斯 那边再制裁中国 做死了 而且那变成两条战线 两条战线在乌克兰战场上 跟俄罗斯打 在台湾战场上 跟中国打 同时跟两个 和大国开战 美国现在无力承受 说白了 就是没有办法承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宁愿告诉你 你那里有我的间谍 我宁愿告诉你 你的火箭军的材料 我掌握了 我通过这个干什么 让你先不要打 拖一下 拖一下时间 当然这个 说出来之后 对美国伤害很大 等于让中国知道 你又重建了 这个间谍网络 那我要继续搜查 等于让你知道了 火箭军内部有人 因为那些情报 我们当时也说了 不是火箭军的中层 或基层干部能掌握的 那一定是高层干部 才能掌握的 那么详细的说 因为火箭军本身是一个 高度保密的一个机构 就即使你在里面工作的话 你也不许打听 不许掌握这些东西 你明白吗 就即使内部的人 很多人也不知道 就是说这么准确 这么详实的这个信息 只有在最高层 才能够掌握 那这样子 美国把这个信息 传递给你之后 等于就是告诉你 在火箭军的最高层 有我们人 有人向我们传递的信息 甚至你们中国驻美的 这个情报机构里边 有叛徒 那这些东西告诉老共 实际上对美国是不利的 按理说这些东西是不能说的 这种东西既不能证实 也不能证伪 不能告诉你的 你知道吗 你要自己去猜的 但我现在告诉你了之后 等于就是说 实际上是对我不利 但是我知道这对我有伤害 我知道你会去彻查 你的火箭军 我知道你会彻查 这个反间谍 但是我可以用这个 我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对不对 但是我会用这个去拖延时间 拖延你在这半年 或者明年的时候 你不敢动手打台湾 为什么 你现在担心 你担心你火箭军内部有我的人 你担心你整个的 内部的情报机构 有我的人 你担心我掌握你的情报 我掌握你怎么打台湾的计划 你还敢动手吗 你不敢动手 一旦你的计划 就好像当年老共打北平一样 负责役的女儿 什么副东局 是副秋局的 我忘了 付什么局 负责役那里的情报 他都给老共送去了 导致负责役怎么打怎么输 因为我这边的 我怎么动手 我总统哪里进攻 我在哪里部署不对 你都知道 那怎么打 就没法打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告诉习近平 你不要打台湾 你那里边都是我的人 你看见俄罗斯打乌克兰 那么提前他一打 我就知道消息了 我就知道他部署要打乌克兰 你打台湾之后 你都不用动 我现在就知道 你还敢打不敢打 懂了吧 就是说虽然我也付出 当然肯定是付出代价 那可能就要去查的 那查完之后 可能他又有一些间谍的损失 有一些间谍可能又要被处决掉 你看这个 胡建军这次有一个谁 他们不就死了吗 当然现在说不好 到底是怎么死的 有人说他是跳楼自杀了 有人说是心肌梗塞 官方说是心肌梗塞 但是他有人说是被查 被查之后 他畏罪跳楼自杀了 那假如这个是叛徒 就是他出卖情报给美国的话 那美国不能把这人卖了吗 你懂吗 那老公就发现 老公一查 那这人你看好 美国人把我出卖了 我把情报给了美国 美国后脚就把他公开出来 让老公知道 我把情报给了他 就老公来查我 那我跳楼吧 你懂吗 你这么搞完之后 对美国情报机构是一个伤害的 这是一个伤害 你懂吗 就是以后后面人一看 哦靠美国人这么搞 美国人太缺德了 那后面 那不如胡建军 比如说其他的部队 还敢不敢这么干 我前脚把情报给了你 后脚你就告诉老公 就把我卖了 我就只能跳楼 那其他人就觉得 我好 我给你情报 我干什么 我要跳楼 我要自杀是吗 你懂吗 这对美国其实胜 对美国的情报机构来讲 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但是没办法 他现在管不了 这个不能再打了 现在打的话 美国无力干涉 不要说这个武力干涉 现在说白了 连经济制裁也承受不起 也没有这个力量 所以就说 我宁愿把这些人出卖掉 我宁愿让你去查 我宁愿让你逼着这些人跳楼 跳楼自杀 我把这些人卖了 我也先拖住你 先不让你打 我觉得这是美国的容易所在 但是这样做 说实话 真的是够缺德 真的是够缺德 太缺德了 但是没有办法 大离当前 因为要打的话 可能死的人更多 这样的话 牺牲一两个 但是反正 国家 不像美国历代如此 美国CIA的探员 去执行任务 永远都这样 你是执行任务 成功了 没有功劳 如果室外被抓了之后 不要跟人说 你是美国的CIA 我们不承认 我们不承认 你是我们人 我们不承认 我们命令执行这项任务 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 美国一来都如此 所以很多美国CIA的探员 在国际上执行任务的时候 你看过那个谁 诺兰拍了一个电影 那个电影叫什么来着 想不起来的名字来了 那个谁 演吸血鬼那男的 你知道那吸血鬼那男的吗 在里边演他的副手 他主角是一个非洲裔 对不对 大家一起看那片 叫什么名字 诺兰拍的 反正就那个时间能够反转 他们去打一个地 然后有一个正的时间 一个反的时间 记得那个吗 里边那个非洲裔 那个男的 就是CIA的员工 你知道吧 那么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都怎么办 你知道吗 他们在牙里边 藏一个 就那种氢化物的那种毒 如果被抓了之后 你就自己把那毒咬了 咬了之后 瞬间就死掉 那个就死得特别快 那非常快 可能几秒钟吧 就死掉了 所以CIA的探员 出去执行任务都是这样 就随时你就准备就要吸收 那不要跟任何人承认 你是美国派来的 美国也不承认 那么你就被兴掉了 所以美国的这种间谍呢 历来都是如此 都是这种 就是说 怎么说呢 消耗品 这来讲呢 就是说 不要说你中国 你这边叛逃过来的 传递情报的这些人 就即使是CIA自己的员工 你执行任务 牙里边就搁着情报 他里边有一个情节 就是他们要让他说 然后他不说 把牙咬了 然后去咬 咬那个氢化窝 还是有一个人递着 他一个什么 反正就真的意思了 就是 他们呢 就都是这样 所以美国的历来 都 历来都如此 所以呢 那就没有办法 那你被出卖了 那你就跳楼 就举行跳楼了 那你就是 你就自己 自己兜着就好了 那反正就这么一个情况 好吧 所以呢 我认为 但是美国这么做的话 他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个是非常非常反常的 理论上来讲 平常是不会这么做的 他既然这么做了的话 那就是我觉得 我之前的分析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习近平 反正他是打算 在2024年的12月31号 动手打台湾 但是美国现在已经就是说 拼了 宁愿把这些情报机构的人 都出卖了 要拦阻这件事情 我想美国反正在 在想办法 那美国能不能拦得住呢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反正呢 现在能看得出来 美国就用了这么下散弹的手段的话 就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现在 如果习近平打的话 美国真的是从军事上 从经济上都无力阻拦 没办法 也是被逼无奈 才出了死下策 好吧 那这些人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